10 哈囉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 我每一個禮拜會做一次深層清潔 跟深層保養的程序 那深層清潔的話我會先用 Orbis 的解鹽粉 然後它的泡泡非常濃 濃 非常綿密 我覺得很有效 然後再來就是我一直說我要拍的這個 Clarisonic 的奢華絲柔 臉部刷頭 這次是新的刷頭 我上次一直說我想拍然後沒拍 然後這個是之前 之前我用的刷頭 然後這個是新的刷頭 我覺得這個新的刷頭呢 比原本的 Smart 的刷頭 更適合敏感肌來使用 所以就是看你如果你想要強效一點 你就用這個 那如果你想要溫和一點 你就用奢華絲柔刷頭 那接下來就是深層清潔完以後 我就會做一個深層的保養 那我們先來看那個 Orbis 的起罩 有多 起泡泡有多神奇 那就是先把那個打罩網給打濕 然後之前有拍影片 然後這個一樣就是到十元硬幣大小 然後就開始搓它 然後隨便搓一搓 它的泡泡真的很堅固 然後很多 可以再加一點點水 就隨便隨便揉一揉 它的泡泡是很密很堅固的 然後你之後用那個洗臉劑按摩 也不會掉 OK 這樣大概就夠了 好 我先把蓮打 然後把泡泡弄上去 因為它這個 Orbis 的解鹽粉 它是有含有去蛋白的那個酵素 所以就很適合做鼻翼的那個粉刺的瓦解 然後毛孔也會變得很乾淨 然後弄完以後你看 就是泡泡超多 然後超綿 然後就是怎麼按都不會掉 好 然後弄完以後 平常沒有洗臉機的人就自己按摩 那有洗臉機 然後因為我是用很溫和的那個刷筒 所以我就會直接用刷筒 來做一個深度的按摩 好 那就直接開氣 然後這個我會弄到第二個 第二個 然後就開始按 它這個就不會像small按摩師這樣 提醒你什麼額頭三十秒 然後幾秒這樣 它就是隨便你愛用多久就用多久 然後它真的非常的 觸感非常的細緻 然後鼻頭你就可以Turbo加強一下 鼻翼啦 鼻翼鼻頭 然後鼻翼也可以 就Turbo它就會像不一樣 然後就額頭 上次拍影片我發現我額頭很大 上面都沒有刷到 然後臉頰 然後人中 然後就弄個大卡 好 然後就關掉 然後就直接洗臉 然後就直接洗臉 OK,然後我覺得就是Orbids洗點節眼粉去泡泡非常的簡單 對,比較簡單,就是不會殘留 然後洗完以後也不會緊繃 好,然後再來我會就是用那個CALS 我先把臉擦乾兜一下 好,我會先用那個CALS的金盞花化妝水做一個那個鎮定 然後順便把剛剛或許殘留的東西給你們帶掉 用脖子也露一下 好,然後再來就是會用這個 這個CALS的那個深層修護面膜 因為你深層清潔完後毛孔都打開了 那就一定要用 我自己會覺得我一定要深層修護一下 然後一週做一次大保養 那這個CALS它就是專門針對敏感肌 或者是那個醫美術後肌 做一個鎮定 然後它很溫和 五四肌 好,我就直接打開 它超超服貼的 中間有一個這個 就是把它撕開 然後就直接對準 然後就直接對準 然後深層修護 那應該是深層清潔 然後深層保養 深層修護 然後我會稍微按摩一下 讓它精華液吃下去 然後敷就敷個10到15分鐘 然後拿下來以後 如果你想要更加強的話 你可以最後再上個乳霜 然後就可以睡覺了 那以上就是我一週一次 深層清潔深層保養的程序 這樣